哥哥的钱是姐姐的1.5倍 弟弟的钱是哥哥的0.4倍 请问弟弟的钱是姐姐的多少倍呢? 等一下画面会自动暂停 各位同学自己先试着算看看 上完后再按下播放键 看看正确的解答 好,我们来看看 题目告诉我们 哥哥的钱是姐姐的1.5倍 这一句话我们用数学来表示 就是哥哥的钱是姐姐的钱乘以1.5 那就代表姐姐的钱的1.5倍 而题目又告诉我们 弟弟的钱是哥哥的0.4倍 这一句话我同样用数学来表示 就是弟弟的钱是哥哥的0.4 哥哥的钱乘以0.4 是不是就是哥哥的0.4倍 那题目要问的是弟弟跟姐姐 他们之间的钱的关系 我有弟弟跟哥哥的钱 可是我没有弟弟跟姐姐的钱 所以我要想办法把哥哥的钱转换成跟姐姐的钱有关 那在第一个算式过程当中 我知道哥哥的钱等于姐姐的钱乘以1.5 那我是不是可以在这边把哥哥的钱 换成姐姐的钱乘以1.5 因此后面这个式子就可以变成 姐姐的钱乘以1.5 再乘以后面这个0.4 那因为全部都是乘法 所以我可以直接把括号拿掉 括号拿掉之后一样 由于全部都是乘法 所以后面1.5乘以0.4 我可以刮起来先算 那1.5乘以0.4 就是0.6 因此我又可以写成 姐姐的钱乘以0.6 姐姐的钱乘以0.6 我们以一般国语的说法 就是姐姐的钱的0.6倍 因此弟弟的钱就是 姐姐的钱的0.6倍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就是0.6倍 各位同学 这题你算对了吗